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芝加试车 我是梁琪 今天我正在北京场地试驾 我身边的一台东风风行T5马赫版车型 一个新的名字 也是一个新的车型 而且它在很多方面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心意以及改变 那么能够看到的就是在研制方面 首先是在细节设计方面 做出了一些小小的升级 然后在颜色搭配上也做出了改变 它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时尚 年轻化一些 另外就是内饰方面在设计上 以及用料 还有一些配置方面都做出了改变 真的是诚意是非常十足的 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马赫动力 这套总成也是获过大奖 所以厂家也是一直在说 它的动力参数以及实际驾驶感受方面 拥有不错的表现 它的具体表现如何 后面我们会把它开到公路上 看看它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 那么按照常规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外观部分的变化 首先车头部分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多边形的珠网隔山了 尺寸真的是非常大 占据了车头很大的一个面积 然后内部也是采用了钢琴烤机的材质 然后这里有一块横冠式的一个橘色的试条 另外就是我们这台赛车的大灯 它是采用了一个鲁素的光源 但日行灯是LED的 然后在我下看的就是前包围 两边也是加入了异色的装饰件 其实看上去也是增加了一些层次感 整个的车头的这些改变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在实车来看其实是我觉得还是挺耐看的一类的 另外我们先往后看 那么车侧部分的变化并不多 然后能够看到车身姿态依然是非常修长的那一类 另外车头最喜欢的一个小设计 就是这个异色的轮煤 大概有一个两公分厚的这么一个宽度 有着类似于小宽体的这种设计 还是很漂亮的 另外就是轮圈 19英寸 但是整体的设计其实有些过于复杂了 看上去足够结实 但是我觉得重量表现不一定会很好 另外就是轮胎 配备的是优科豪马的G91系列 规格为225 55 29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C柱跟D柱之间的距离 真的是非常修长 这个跟它后备箱的容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待会我们去聊内饰的时候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问题 车侧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先来我们往车尾看一看 那么来到车尾部分可以看到整体变化就不多了 然后我们看到尾灯的也是一个全LED的光源 然后它有一个深红色系的搭配 其实看上去还是比较有深邃的感觉的 然后能看到这里有一个横贯的一个电镀的饰调 后包围的设计其实也没有太多变化 包括这种异色的下脚流板的这种设计 还有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 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区别 好那么外观部分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内饰 来到内饰部分 首先能够看到就是中控台的这种高度是有一定提升的 所以在前排的这种驾程的环绕感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软质材料的这个覆盖面也比较可观 而且在细节之处还加入了这种橙色的装饰的试件 其实也是提升了一些新鲜感 那么方向盘支持一个手动的前后上下的一个四项调节 但是能够看到还有一些端着开的那种感觉 其实与这个人体工程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改进的空间的 另外就是这个仪表盘 全景仪表盘是一个7英寸的纸 其实看着并不是很大 但是那个内部的行车信息 以及整体的这种戒边的UI效果都非常直观 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类 那么中控大屏的12.7英寸 不是传统的一种横向布局 而是一个竖状的一个布局 包括操作流畅度 显示的细腻程度都没有问题 功能也是非常的全面 在这里可以对车上进行一个全面的控制 那么往下看能够看到 这是保留了空调的一些基础的物理恩件 当然了空调系统 你也可以在这个大屏内进行去操作 往下看能够看到 就是USB跟那个12V电源的接口 然后是电子挡霸 两侧设置了电子驻车 Auto Hold 以及是ESP 还有一个陡坡缓降功能的控制件 那么前排的另外就还有座椅 这张座椅的舒适性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值得说一说 因为这个材质的柔软度是非常好的 另外就是腰部的支撑性也是非常好 但是唯独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真皮真的是不太透气 夏天去坐一会儿 可能腰部就有一些出汗的用计较 那么前排就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后排 好的 后排的整体表现也是很有看的 首先都看到这里 配备了后排的公交出风口 然后下面有一个储物暗格 地板的中央凸体也并不高 大概有两公分左右 然后中央扶手 带有一个两个背架的功能 所以在体验方面 还是说满足这条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了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说一点 就是这个后排座椅了 柔软度 还有这个填充物的厚实程度都非常到位 但是就是这个皮革的散热透气效果 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坐时间长 可能有一些身体发热的感觉 另外就是这个后排空间 刚才前排的是我的坐姿 我身高是177厘米 那么能看到腿部大概是 一圈三指一圈四指的样子 然后头部是一圈整 所以在空间赶上面来说的 我觉得是非常够用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在放倒第二排座椅之后的 后边可以形成一个 2370层的超大空间 那么官方也说了 躺下两个人在这里睡觉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实用的一点 好 那么内饰部分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开下来 看看它的动态表现 是什么样子的 动态部分呢 我们还是先从这个动力总厂聊起 那么这一次呢 既然叫马赫版 其实厂家也是在说他们这台 1.5T这个无论增加发动机的表现 是非常出色的 那么帐面数据呢 是190马力 300牛米 这个帐面数据确实比较亮眼 因为已经接近了一些 2.0T发动机的一个 帐面数据了 所以说在表现上 应该不会有人失望 那么刚才我驾驶 它也开了大概有个20公斤左右 然后也去着重体验了一下 那么从扭矩区间的 这个输出的这个范围来看呢 其实整体的在中前端的低扭表现还是略有不足的 因为在第一脚轮面下去的时候 你总是感觉这个动力不是能够直接的爆发出来 但是随着转速的攀升 基本上在2000转开始往后的时候 动力就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甚至是一个爆发感 我觉得这个也还可以接受吧 因为中后端的扭力还是比较充沛的 但是在城市的这种走走进行路 我觉得这个在低扭表现上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的 另外就是这套7速的湿式双链键箱 那么普通模式下 我刚才去试试一下 就是整体的逻辑还是比较聪明的 然后升降档的速度 还有这种整体的换挡的逻辑都没有问题 当然了如果切到手动模式的话 通过挡霸去操控操作升降档的动作 其实反应还是偏慢了一些 但我拨下挡霸大概有一秒左右 它有一个动作的这么一个升降的动作的出现 我觉得整体的在反应速度上还有提升空间的 另外就是底盘 底盘对于这种细碎颠簸的处理 还是比较干脆的 能够把大部分的震动都过滤到 给驾驶员提供一个舒适的驾程环境 但是对于较大的颠簸 其实它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这种路感回馈的 也就是说 譬如没有说为了舒适节而过度的吸收 我们的一定能够操控性 或者说是一个路感回馈的这么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设定 也是为了一个适应国内这么复杂路况 给它做出这么一个考虑 可能也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就是这套转向系统 不得不说的事情就是转向的虚位 或者说是转向比 其实真的是太大了 有些在一个同样的弯角 或者说一个并不大的弯角 这转向幅度就需要打出很大的角度 才能通过这个弯角 那么在原地掉头 或者说是一些急转弯的时候 你会发现转向幅度会需要特别大 才能完成本项动作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即使它是一台面向的大主能力 一台家务车 但是我觉得这样设定也是有些不应该 因为有些真的是有点 车头的反应上过于缓慢了 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一些指向的沟通的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有很有提升的必要 好那么另外值得称赞的一点 就是车内的NVH表现 无论是风噪还是路噪的控制都比较出色 即使车内的空间 整体的空间感也比较大 但是前后排依然可以在中高速 在城市市区行驶的时候 保持一个轻声细语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要给一个好评 好那么关于动态部分 我们就聊这么多 那么总体来看 我觉得这一次东风风行 T5马合版车型 其实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意的 在外观的设计上 尽可能时尚年轻化了 而在内饰也进行了达到过分的改革 包括两块大屏 细节的用料也更加考究了 在体验方面确实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表现 那么关于马合动力的动力总成的表现 其实前面在动态环节也聊了 整体表现虽然说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在针对于我们日常使用来说的话 那么它的表现肯定也是一个中上等的 这么一个水平的表现 那么最后我觉得还要聊一下价格问题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厂家将它的定价范围 依然控制在10万元左右的话 哪怕未来还会加入一些终端优惠的 那我觉得整体它的性价比表现 肯定还会有十足的竞争力的 好那么本期的自驾驶车就到这里 我是凉七 我们下次再见